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年经济7%的目标恐怕难以完成 不过在这悲观景象背后 也出现了一些向好的经济指标 如星星点点的火光 试图照亮中国经济的未来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速乐观 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38.4% 大众创业如火如土 那么中国经济的现状到底是怎样的 未来又是怎样的 为什么一方面是看上去 大众企业创业非常如火如土 但一方面又是传统资料业的现状 看旧经济那里很多地方 看新技术我觉得中国经济比较好的 那您觉得经济下行的质压力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房地产调整见底 那就是中国经济见底 刚才您说有可能是跌到 7%到6%都有可能 全程行业肯定会有一个 我们讲一个大戏牌 有些企业可能会倒闭了 这是必然的 现在在我们的中国经济 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PPI是连续37个月下降 然后工业用电量是持续负增长 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又看到 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 比工业平均增速高出了5个百分点 然后我们看到一边是这个制造业的困局 另一边又是一个大众创业潮 然后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那中国经济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就是中国经济 就是从宏观经济运行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确实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转换期 旧的经济 传统的经济 我们支持中国经济 30年高出增长那些因素 现在开始在变化 也就像它没有 或者有些没有竞争力 有些面临一个调整最大的压力 它要消化很多一些历史上 沉迭的许多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旧经济的调整 你从这个角度看着中国经济一片悲观 那反过来说 中国经济又得酝酿一个新的增长 新的经济 我们叫新的一些 一些像我们的结构优化了 第三产业的发展 制造业升级 高新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达成创新创业 但是它还没有能够抵消 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上升加速趋势 它只是一个稳 或者稳中有升 就是在一个转型的一个时期 你要是从这个角度看 看旧经济那你很悲观 看新经济你觉得 中国经济比较好的 那您觉得经济下行的压力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过去我有一个说法 就是房地产调整见底 那就是中国经济见底 房地产中国的调整 实际上在08年出现过一次 12年出现过一小次 这一次是第三次 但这一次看是不会回头了 就当时都是因为政策这些因素把它拉上来了 但我们这次调整从14年开始 我们讲15年16年17年 可能未来5年 甚至我们讲从现在的房地产的产能看 恐怕是5年以上 那就这样 我们假设新经济的 还是在这样的运量还比较缓慢的话 那我们的调整的压力 可能还持续好几年 可能底部不是7% 可能在7%以下是6%或者6点几 刚才您说有可能是跌到6%都有可能 全装行业肯定会有一个 我们讲一个大戏牌 大戏牌 就这样你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应该调整 是我们我说不定要结构性的矛盾 这个盈利的下降了 有些企业可能会倒闭了 这是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要防止它出现系统性的兼容风险 而不是讲它不可以倒闭 但是这个调整阵痛是必须的 对很多行业来讲 你本来你就是投资太多了 你那个东西卖不出去 你的产品质量也不是讲特别高的 所以你生产的成本 你原来的这些包括贷款的 融资的成本都很高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就是资产重组 甚至破产兼命这样的 大家对那种西方那个破产倒闭 这种看法实际上有问题的 因为他认为破产倒闭就是 就是讲这个企业就完蛋 这个资产就完全没有用 实际上我们要强调这个过程 它是个资产重组的过程 是把过去配置不当的东西 给它重新走合 形成一个新的 那新的以后可能就有竞争力 当然这里面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人的问题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就让我们这样失业力 打负上升 没有确认这种情况 这就是讲我们现在的情况 要比1998年的时候要好 98年那时候亚多危机 那种影响以后打在那下岗 但是这个就业问题 您刚才说这个新经济 它已经开始快速地发展起来了 那这个它应该可以消耗到 很多的这个就业 对对 现在为什么能够 就比较末端呢就在这 现在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看 就是中国新的 新的这一块成长的东西 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我们连续三年的8%以上 但是我们的工业是从10降到9 从9降到8 今年现在已经降到7以下 你看 现在什么公司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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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红火 就是末流 这个那个那个送快递的 那快递的满载大家 到底都是农民工 实际上都是农民工 实际上农民工过去是在工厂的 现在都在这这这这神势是在跑腿 所以我认为这是转换 确实是在发生 因为服务业它的就业容量更大 我们服务业增长 现在是稳定 但是要是这样 形成一个加速的趋势的话 那我们这个就业肯定是没问题的 其实现在作为这个 这个就业的这个人 他自发的也开始转换 因为他其实在这个制造业 可能已经不能满足 他的这个劳动力成本了 他就转到一个服务业 可能能拿更多的钱 比如说快递行业 但是我们的制造业怎么办呢 制造业它这个 这个我想它必须有一些 这个就是第一个 就是它一定该 你有些东西你就得淘汰 就是你就转业了 是吧 你现在我这个不成长了 因为产能过剩 像我们的工业里面 就加工业里面 有40%是满足出口需求的 过去啊 过去长期形成的 就是像在特别是90年代以后 我们慢慢出口的比重 只有工业里面的 总量里面 40%满足出口 但出口这不行了 那是过剩的东西 那你就不能生产了 或者我就关门了 刚才您也提到了 就是有一部分企业 是应该淘汰的 有一部分企业 是应该退出这个市场的 那这个企业 在面临这个退出的时候 您怎么看 企业退出的问题呢 您觉得企业退出 它面临哪些障碍呢 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问题 可能在短期上 有些就业的压力 有人跟我说过 就是这样 国有企业你必须开工 实际上它越开工 越增加生产 它可能是越有问题 负担越大 你像我们的钢铁 像许多钢铁新年 它的产能已经 企业非常非常非常多了 最严重的产能过剩 但是你它作为一个国有企业 因为它富有某种职能 就像国有企业 它可以用私人企业 我可以讲 我还可以裁员 但是国有企业 它好像不能裁员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这也是一个体制障碍 不是讲我们家 它不讲效益 它没办法讲效益 因为它毕竟有社会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一些国有企业 这种传统的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来讲 这又是一次巨大的一个挑战 就像他们要选择让它分流人 当然现在分流渠道刚才讲了 是比较畅通的 但是它毕竟 有些人说过这过几年 我有好了怎么办 我又找你了 所以这是个体制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要讲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面临着一些债务人的问题 就是银行 还有其他的债务人 就是你要是让它破产了 中国人还不太习惯于这样的一个方式 假如像我个体户 很小做法 那我自生自灭 大家没问题 你自己无限风险 自己承担 但是有限风险的时候 这个里面就是相关的这个债务人 它会有很多的顾虑 现在目前可能 大家知道有些案例 就是像一些违约风险 就是马上就通过债务列的方式 它是只要是哪怕是我亏损一点 我这个慢慢的通过 像别的方法能够转移一点的 它就尽管才能转移 它不会不大选择这种破产的方式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产能过顺的 这个化解的过程 肯定是面临着这个 其实说的大一些是行业的这个调整 说的小一些就是一些企业 推出这个市场然后破产 然后接着就是这些工人可能是失业 可能影响到每个人的就是 影响到个人那里就是失业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在这个时候 政府可能是需要出来 做一些保障工作的 那您觉得就是政府的这个角色 应该是做哪些呢 哪些做哪些不要做 制造业这一块呢 就是过去办相当企业 私人企业 这个个体的 甚至包括合格企业 实际上很多农民工 像这种劳动大军呢 它是比较适合适应这个 这笼拨的行业 像国有的这样 它毕竟占着就业的比重 现在是越来越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我说这个 可能要讲这个事情 可能要分开说 基本上它适应 我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我讲我到这个新产业区 现在我们最大的一块 还是国有的 所以我们讲的 就是政府要做的才是 还是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两类是不一样的 就政府职责是不一样的 就第一类呢 可能讲它需要培训 它假如我们把它纳入 这个就业保险 我画的低保 我当时失业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 我们都在建立这样的一些 就是这个保障制作 新劳动法也是有些保护的 这是企业承担了 但是呢 政府也要 你要参加培训 给它信息引导 甚至可能 就是失业保障吧 现在最难的就是 这样钢铁很多 还是国有的 国有员工应该是更 就是相对于其他员工 可能保障可能还可以 就是低保 这样这样的保障 都是都是有的 劳动就业的保障 这个肯定是一样 现在恐怕还高一点的 就是这样 这样我认为 这是现在能拖低的 那我们讲 现在怕的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 就过去我们在这个 90年代的时候 末期的时候 搞了一个国际下岗 下岗后来也承受很多 还有不少很多问题 返潮问题 就像我在石油行业 那时候石油行业也困了 那我下岗以后 石油开始火了 然后他就会找上去了 有人说我要恢复工作 就像我现在就可能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 假如国有企业的 这个员工的调整 可能要考虑周全一点 不能可能不是讲 买断这样的一个简单 当时就买断 买断那时候 我们社网也没有建立 最后他会会出来 一个反潮 就像我找你最早政府 所以我觉得恐怕要从 是不是按照这个 某种补偿机制 就是你那个补偿机制 一个动态的补偿机制 或者是补偿的份额比较高的 或者考虑到这种 以后的变化的 这样的因素 所以这时候是一个考验 对我们政府来讲 可能这是一个考验 就这样 我们的国企的质工 可能还要减少 特别是一些制造业的 可能还得减少 这些减少的部分 假如我们现在就六千万 现在变成了 假如以后减少了 可能还要减少两千万 那这个可能是 可能政府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考验 其实刚才您在说 这个区库存这个 我想到的一个问题 是比较严重的 也和您刚才 跟我们介绍的那些情况 就是也确实很符合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然后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 就是大同煤矿 它现在是持续的亏损 但是它自己的领导人 他出来说 他说 我情愿让企业 这样一直的亏损 但是我一定要生产 因为我不能让我的 这个员工下岗 我们调整会的这个过程 并不是想象那么好 比如讲你主要大同 那是煤炭行业 他有可能说 我生产了 我过两年就好了 他可能就有一种 这种短期的 可能期望的这个变化 但是假如他熬一年可以 熬二年两年就有问题了 熬三年 他可能就会更大的问题 他私人企业的 没有订单 我就不生产 我不会去 一是我不能是 再增加 乱增加产能 另外一个 我不是讲 我非要生产的 我才生产的 对着仓库里 然后卖不掉 我还得生产 不会的 因为 这就是民营的 和国企的区别 很多一部分人 他是接受不了 就是这个厂倒了 然后他就开始 他就感觉 他失去了一个家 我总觉得这个现象 好像是在一些 二三线城市的一些 国有企业 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他把自己的国有企业 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 在那边 这个可能就像资源 资源这个枯竭的城市 就是他们是这个 产业结构问题 比较突出的城市 可能是个问题 对大同市城市没有问题 就像你讲的是山西 或者东北 大同 煤炭行业 钢铁行业 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实际上在其他的地区 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 地方性的国有企业 不是服务的 不是那种带有一定的垄断的 基本上都全都放在市场 所以全国来讲 它就是个小数 而且可能它局限于某一个区域 和一个行业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可能是就算政府可能要在这方面 做些文章 但是想起到98年的那个阵痛 那又小得多 因为那时候多少人下岗那东西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当院政府 现在也有相对的财力呀 能力呀各方面的 我认为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要改革 改革以后 然后想我们要分流 那你一定要给它一个比较优惠的 优惠的待遇 就是怕这种完全是扛的 你没预计到这个 就像今年亏损两个亿 明年亏损二十个亿 那你这样就不行了 那你就因为企业 还是要不管是国有企业 它这种进口国有企业 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功能 但是国有企业 它不能亏损太多了 对吧 你因为我在过去赚钱的时候 我已经给它预留 在预算上有很好的安排 那也可以 对吧 你没有这样的 那就可能你这个亏损可以 影响很多别的人 影响呢 影响银行 对吧 影响整个社会 所以你到这几个条件 会造成很多的障碍 所以我是希望 对这种肯定要 这种产能过程行业 要做一个区分 就是这样有些行业 我们现在需要讲的是什么 有些行业它已经 一定要自己听从 它是可能是绝对过程 就这样 它以后再也不会的 就是它这个产能 产量 它已经达到历史的峰值 也就是我们的人均的这个 消耗的这个钢材量 以后再也不可能 到达水平 以后是下降的 那这种行业 一定要好好去设计 就这样 不要去 为了 还是等待周期性的复苏 政府的补贴 我觉得又应该要 就是有时候 要壮事动物 在这方面也是要体现出来 就这样 这个不是暂时的 就我刚才讲的 你的媒体行业 你可能面临到 经济增长 和能源的关系的 这种弹性的变化 你的这个能源结构的变化 环境问题 需要是要减少 煤炭的消耗量 你这个产能这么大 可能是不是达到历史峰值 那你要想 这个事情是个长期的 那你就做一个长期的安排 不是讲 就是一两年的这种 我来缓解一下 是这样的想法 可能是很多 但是我想对这种行业 就是要有长远的考虑 但是有些周期性的行业 那没关系 那我就可能 我国有企业说不定 我扛一下 下车复苏的时候 我又起来了 这个实际上国有企业 我们还是个优势 但是我觉得要 一定要放在一个 它这个行业的 这种长期的发展的 这个趋势来讲 来分析 就像它是产能产量的峰值 那你就要做好一个 长期几个条件的准备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如果是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 然后它还依然在坚持 其实我们看到 像刚才那个大头煤矿 就这样的情况 它长期在坚持 然后可能它的职工也觉得 这边可能它的职工也觉得 就是是一个好事 至少就是这个企业还在这儿 然后还每个月再领工资 实际上是分的两种情况 一个它是一个 它进入周期性的困难 那就像它等它的指导 或者政府这么做 恐怕也是个好的 但是我们假如出现了一个 长期的问题的时候 它就必然会拖累 拖累我们的银行 相关的企业 相关的人 这样的 我认为现在恐怕这块 就是产能过程处理 最大的问题应该在这儿 那我想的话恐怕两方面机制都要起作用 两方面机制什么意思呢 就是市场的机制 现在我们讲 我们讲今天的市场 就是2015年的市场 和10年前 在20年前 90年代 2000年代的时候 那是不一样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会给你压力 因为银行我不给你贷款 你不是讲是生产吗 你生产你可以 我叫你微微数最大的生产 有可能就出现那种情况 就像我可能 你就在这里待着 我不给你解雇 我给你补贴 或者是就是这样 我给你发工资 但是你不要生产了 有可能也出现那种情况 也是不可知 也是不可知的 就是我意思说 它从稳定 从其他政府 因为它的角度 它肯定跟商业不一样的 就商业我叫你 你破产就算了 不是 是吧 那它商业的规则 我认为它在这里面 在当今现在这个社会 它会潜移冒化的作用 就像它不给你贷款 贷款的成本会很高 就像你可以贷款 可以啊 那你高允资 是吧 那政府可能讲 我可能需要政府的补贴 那政府补贴 现在有很多人讲 那你这也不公平了 比如我给他公布补贴 那可能随着越聪明 他说这个压力都在增加 就是讲 我认为这个市场的机制 可能逼着它 会要做一些选择 就像它一年 它这么做可以的 二年也许也行 三年呢 可能就不是那样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 我相信它会 会对你产生一个压力 那么像第二个 政府 就我刚才说的 你要分成两种情况 第一个 你知道这种行业 是一个我刚才讲的那种情况 是一个长期的 那我们政府应该跟企业一起 跟行业主管的 甚至学会 一起研究这个 这个调整的方案 我们调结构 调什么 就调这个东西 所以针对这种不同行业 不同地区 尤其是行业 那我们可以制定一个 比较长期的 结构调整 产生过剩的一个方案 大家来分担这个风险 来 或者讲来分担这个成本 我认为这是需要 这要做一个行业的区分对待 其实我们刚才也谈了很多的 这个国企改革的方向了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看到一个 比较 比较 吵得比较热的一个事 就是说央企 这个合并潮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只要涉及到说 市场上只要说 哪个央企和哪个央企 有可能要合并了 这两个股票就开始暴涨 居然前段时间还传出来说 中石油和中石化要合并 就是现在好像市场上一听这个 就马上就兴奋 这个整合 那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吗 就是这就是把个别的 这个成功的案例 或者热点的问题 把它放大了 你看那个我们家 不过就是讲的两个车 男车摆车 然后摆得和涨停满了 因为这个男车 因为他说他为什么这样呢 我想他可能是市场 因为他本身有竞争力 现在国际上他有竞争力 我们总理到外面就推销 我们这个高铁的项目 对吧 高铁我们现在在国际上 有竞争力了 而且外面有市场 中国国内市场也还很大 那这种情况下 他的合并可能降低成本 这个规模效应可能更明显 然后跟跨户公司 跟其他的竞争的话 我们可以更有优势 所以政府在这方面考虑 可能把它合并 可能甚至他们技术之间 有一种互补 对吧 那我们讲这个合并 然后他就股市上 就做出这种反应 那现在也要提醒他 一下子合并就是利好 那么我觉得这就不对了 因为第一条 我认为这个合并 就像南特摆的这种合并 不是一个大的方向 就像因为我们过去 为了把增加它的竞争力 给它分成两个公司 分成三个公司 这是国际上反垄断的 一个标准做法 中国这么做 就像有人这样评价 他可能没有得到 这种竞争的效果 但是他毕竟比那个 单个的垄断要更好 就是两个 两个之间垄断 和三个领导 就是我们的目的 实际上在很多行业 我们心上希望形成 一个寡头的垄断 而不是希望一个 一个独家的垄断 独占 所以像这种情况 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讲 肯定是好的 那为什么我还改回去呢 我们海大合起来 那就肯定没有道理 什么电力 电信 石油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认为 应该更多的还是分的问题 所以我不认为 这是一个我们的改革的方向 就是合起来 那我们讲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国自委要想把央企 变成减少 过去讲120家变成80家 现在有一种传员 往往传员就40家 那40家也不是像不可以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央企 里面很多 不少在国自头的这个央企 有的可能都是 就是它的业务量 它的这个规模都是很小的 这是一个小的领域 当时是一个谋不为的 所以它保持这个渴 所以我觉得这些 包括我们讲的商业的公司 有40多家 那40多家可能只有二 整一半都可能 可能只有十几家就可以了 那人家再减少个几十个 没什么问题 这个是正常的 那过去这个经济繁荣的时候 肯定是你一想减少它也不干 那今天可能这样 这个可能它愿意被你 被你兼并了 被你合并 就是一定的 甚至可能它跟民营资本的 一种一种合并 但是它排都不会讲 我这个民营资本变成央企了 都不会的 就像可能市场化的方式 是吧 有可能在央企之间内部的冲动 因为实际上已经发生很多 过去的也发生了 实际上也120多家也减少了 这个可能有100家 多少 就是这个变化过程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事情 就是不一回事 这个我想肯定要做 就是没必要那么多 就是它可能把一些小的 一些弱的 就是说白了 有些渴的这些东西 还占这么一份 没必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压缩的 也符合过去国自卫整个的给它央企收缩阵线 因为你经济结构战略性条件嘛 你收缩阵线 有一行业你根本就不用去进入 你央企 央企应该是代表国家利益 在国际上和国内 它都是代表国家利益的 所以它有些东西根本就不需要了 那你觉得这一次就可以 可以通过改革来收缩 或者是内部的消化 还在是外部通过市场的消化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就是这两点 我认为谁网上讲的那个东西 不会是为了炒作而已 你不是这样 我们中国银行都喝的一家银行 中国的石油喝的一家石油 那可以更加笼 因为我们假如讲 我是一个充分竞争性的公司 在全球的竞争性公司 那和合并 那是市场合并 那不是政府来的 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判断 是比较没有理性判断 不是理性的一个判断 但是问题是为了炒作 为了这样的 你看有这个潜在之间 这么一个成功的例子 一合并就涨 那我们将造一个谣 合并一下子 它就也涨 所以它可能还有 还有类似于 南车合并的这种情况 可能在央企 可能是国企 这种可能 甚至可能将民运企业混合的 都有可能跟它 我认为 这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就像这种合并的趋势 是在这个经济调整期 特别是对传统行业来讲 它是避免的一个过程 就歼命重做的过程 它不是央企所独有 所以央企是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 甚至跟跨幅公司 跟那种外国外资之间 都可能发生 这不是央企业独有的一个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